深山里有很多特别珍贵的药材和生物 如果我们能找到的话 那绝对能一夜暴富 有时我们在不经意间 真的能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 这不在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成 一位老大爷上山挖药材 意外挖出了金黄色的宝贝 回家遭到了村民的高价抢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老大爷对医药方面有着很深的研究 当天他的老伴不小心玩了脚 老大爷就决定到山上挖一些草药 来给老伴治脚伤 但是他到了山上找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草药 反而意外听到了嗡嗡的声音 这让他感到很好奇 就用铁枪挖了起来 到最后就发现了金黄色的宝贝 在这个时候这位老大爷是特别兴奋的 他没有想到自己上山采药 竟然找到了这么多野生的蜂窝 要知道这种野生蜂窝价值是特别高的 在市场上很抢手 蜂窝里面的蜂胶被人们称为软黄金 在以前野蜂窝的数量是特别多的 价格不是很昂贵 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这种野蜂窝变得越来越少 价格越来越高 这位老人所得到的野蜂窝 个头是特别大 这让这位老人很高兴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拿下 当他回到村子里时 周围的人都看到了老大爷手里的野蜂窝 想要高价收走